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诚意新作再起风云 三部武侠带播剧震撼来袭 最近,备受期待的三部古装武侠剧由诚意领衔主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古装奇幻与武侠世界的视听盛宴,将掀起一股新的热潮 这些剧集都汇集了一批岩直与实力兼具的演员阵容,诚意的表现备受期待,让人好奇他在这些作品中的表现如何 首先,备受瞩目的是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游诚意、李一彤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 该剧改编自妥小新的漫画作品,讲述了王权富贵与间谍青铜之间的爱恨情仇 诚意在剧中将饰演一个向往自由、内心热血的英雄形象,而李一彤则将扮演聪明机智的青铜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将成为剧情的亮点之一 其次英雄志也备受关注,诚意再次出演主角之一,与李一彤、王千元等实力派演员携手演绎 该剧改编自孙小同名武侠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年英豪成长为一代英雄的传奇故事 诚意在剧中将展现出英勇无畏、忠诚正直的形象,与众多武林高手共同演绎一场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 另外,诚意还将主演赴山海,这部剧改编自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神周奇侠,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充满了江湖安怨与挑战 诚意将挑战江湖传奇人物的角色,展现出他在武侠世界中的风采和魅力 这三部带播剧各剧特色,诚意在其中的精湛演技和扎实表演功底定将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幅令人难忘的画面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让人期待着剧集的播出,也将再次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为古装剧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诚意经验跳女团舞 粉丝感慨,这就是我们爱她的理由 诚意的魅力让人难以忘怀,她在彩蛋部分的表演让人捧腹大笑,出乎意料的反差萌令人深感有趣 傅诗奇及诚意展现的专注和魅力深深打动了我 每一个她的表情都透露出无与伦比的认真和纯真可爱 深入研究她的背景和资料后,我明白了她为何能赢得众多粉丝的喜爱 她的才华、热情和亲和力让人为之倾倒 她的粉丝遍布各个年龄层,无论是稚嫩的少女还是经验丰富的阿姨 都无法自拔地被她的魅力所吸引 她塑造了诸多古装经典角色,参与了众多大热门剧集 包括琉璃《陈香如蟹》、《陈香仲华》和《莲花楼》等 代播剧《英雄志》和《狐妖小红娘》王全篇备受期待 必将再次引发官剧热潮 在《陈香如蟹》中,她扮演的角色飘逸出尘 宛若仙境中的折仙,每一个镜头都美得让人心醉 网友将她贴上INFJ标签,揭示了其罕见的提倡者型人格魅力 这种性格类型在全球人口中仅占百分之一 可谓是凤毛麟角 你对这种性格解读有何看法? 陈毅多年来在娱乐圈低调表现,没有绯闻和负面新闻缠身,足以彰显她作为演员的正直和专业素养 我虽非狂热粉丝,但也关注这些事情,我的看法可能有所偏颇,欢迎指正 愿意听取更详细的观点,共同探讨 她敬业的态度令人钦佩,许多粉丝都对此点赞 例如,有一则视频显示她深夜仍在努力工作,全神贯注,毫无怨言 这展现了她敬业精神的真实写照 她每眼中流露出的温柔令人难以抗拒,她的每一个微笑都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其演技备受称赞,充满生动和真实,总能深入人心的诠释角色 从细微的情感到大胆的演绎,诚意的表演总是令人惊艳 诚意并非一蹴而就的成功,早年默默无闻,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 但正是这段经历为她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第一次在《青云志》中遇见诚意,她的容颜让我印象深刻 与李易峰并驾齐驱,难以忘怀 凭借《琉璃》和《沉香如谢》等作品,她逐渐展露头角,如今已成为当红小生 她不仅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还在演技上展现出了与同辈演员相媲美的实力 她所塑造的李莲花一角,深受观众喜爱,令人难以忘怀 诚意的粉丝们自称果果,这个昵称来源于奇异果的谐音 粉丝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偶像的喜爱,既富有创意又充满爱意 诚意的舞蹈表演不仅展现了她的多面才华,也彰显了她的自信和果感 她敢于挑战不同的舞蹈风格,展现出了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卓越的精神 这种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无疑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喜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